團體賽打五個點 五戰三勝制 先拿三個點就贏了 就收工 不用再打後面兩場 當然啦 以印度來說 他最主要印度的選手 他都還是有基本的條件跟能力 徐軒毅 今年在越南挑戰賽 拿到了第一名 對 拿到冠軍 2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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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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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够了 團體賽算是就是淘汰賽 如果你輸了這一場就沒了 就沒了 對 沒有什麼敗部復活的 也不是單循環的 對 所以中華隊如果團體 男子團體這一場贏下來 就等於是可以進到八強 那當然有一些是種子隊伍 像中國大陸雙一屆冠軍的 印尼 印尼 因為現在 現在以印尼來說 它是一意代佬的在整個我們 能夠倒上來 跟印尼他們做這個比賽 沒錯 這個中華隊男子團體的部分 如果今天順利的通過印度這一關 打到八強的話 印尼它是種子 所以就等在那兒 就那個才是真的我們很重要的 印尼是第三種子隊伍 等在八強那邊 等中華隊過去 因為呢在印尼喔 上面有球王啊 陶菲克 上一屆多哈亞運的南丹金牌 在那邊 不是不是 他是上上一屆 上上一屆 對 印尼球王 現在世界排名第四 那個那個 預計交會對上謝忻 在個人賽 謝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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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忻是世界排名第25 就硬的頭皮打啦 不管 因為謝忻 因為謝忻 跟陶菲克 他們對戰有過五次的這個紀錄 但是謝忻 都沒有贏過 但是最近的一次就是在世界盃 謝忻 在跟陶菲克打到第三局以後 是二十一比 十九比二十一輸給陶菲克 所以基本上來說實力也應該是非常接近 對 也接近 已經也非常接近 不過現在呢 我們的這一點 一樣也是希望呢 薛宣義選手 對不對 不要想太多 所以難免上場會有點緊張啦 是 大型的比賽廣州亞運會 那 因為你說 像今年的這個亞洲杯 亞錦賽的 亞錦賽 謝忻就碰到的是 陶菲克 但是他要把陶菲克打敗 所以基本上我們謝忻 他是有一定的實力的 是 現在就看他的穩定性了 對 實力技術有在 身材又好 今天的球是界內吧 這個球是好球 這個藥砂直線 這個 這個是 謝忻 他的打法 他最主要技背的特色 他的 後排攻擊的球質 非常的重 力道夠強 現在是追上來5比5 而且 薛軒也參加過國際性的比賽了啦 OK的啦 慢慢的融入這個比賽的節奏 用氣氛 他應該就是整個打法上把自己的這個特色能夠充分完全發揮出來 這個他 對他來說 勝利的機會就會比較大 這應該是薛軒也6比5的領先吧 對 因為這個 電視轉播的字幕上面 不是我們在上的 廣州地區的轉播單位在上的 6比6 現在6比6 現在6比6 這個藥砂 好強哦 對手 只能夠進人式的 所以隨便揮一下看看 有沒有揮到 7比6 薛軒也取得領先 突擊 兩個同樣角度的攻擊 都打得非常好 現在我們薛軒也暫時領先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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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對 對 對 在調短的之後沙長的 這個就是手腕改變方向的一個攻擊的方法 是 看起來是要攻的是直線 但是瞬間手腕滑動改變的方向 對 對 要經過很嚴格的訓練 對 一般人這樣瞬間手腕滑動就突出了 對 就突到自己腳前了 好球 對 因為後面呢 原本排定的還有陳鴻林跟林佑朗的雙打 還有周天成的單打 嗯 10 6 在今年呢 在國內辦的 99年第一次全國羽球排名賽的部分 國內辦的男子單打 第一名是謝玉鑫 第二名是許仁豪 第三名就是薛宣毅 是 周天成是第四名 對 但是第二次的排名賽就周天成是冠軍 這個還 還有第二次的排名賽 所以在國內的比賽其實也辦得相當的多 也希望能夠精進這些選手的成績 現在我們謝玉鑫 事務掌控了這個整個比賽的節奏 嗯 所以攻擊的這個 非常的順暢 目前呢已經順暢 第一次螢幕 8 2 3 4 7